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者想提到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一下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group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点我的资料或发放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group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市场 有的 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时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叶势 另外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那个是其拳本路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 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所有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或者有连续 有问题可以留言或patreon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户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奇权大叔每周美股大户分析 今天是2024年4月10日 香港就是假期 但美股今晚就开了 美国的服务仍得一日价 不要去香港公布就能够用日价 开始前来我请问小告白 如果第一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 麻烦点赞订阅 按赞订阅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做得好 麻烦点赞订阅 分享给你的视频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长话短说 我们看看周线 这幅是道指的周线图 其实某程度上都蛮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仍然在一条上升通道里面 但这星期它升穿了一条下跌通道 不过是否很有力 要等一等 要再等一等 看看它能否破到今年的高位 还有这里有个华行区 你看这里一堆都是附近这堆 所以这个顶很重要 三四二八二左右这些位 它升得穿更上一层 升不穿也要等一等 距离现在来说 多不多 也有不太多 800点左右 不过是周线 难怪说 如果能够升到800点上去 帅哥 但是 能不能够 暂时都不知道 再看 再看S&P S&P也帅哥 不过S&P出之十字星 可以再推高一点点高位 但你说 升穿了今年的高位 没有 如果你问 可不可以升穿今年的高位 我们先看 暂时来说 升穿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4100.51 站在上面 不过是十字星 刚刚收视的 站在上面 所以你问是否特别好呢 要多看一个礼物 再看一个礼物 站在上面 或是走回来 或是在这边上下陪回 最好是站在上面 上下陪回 那会差一点点 纳子 纳子是最帥的 上升通道里面 未有一条下跌通道 难到 再者 终极线 少少微微向上 所以 市场仍有点强 不过 最大的问题 就是 上星期的成交量 真的不够 所以 是否这么帥 就 看看这个星期 会否回到多一点点 成交 如果实在太少 其实不可以 再看看 优线就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 看看日线 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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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指又不是特别差 不是特别漂亮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这周初 就做了一个高位 之后 就开始回落少少少的横行 但幸好 他还是横行 就未掉下来 再者 他现在横行也好 他那条 终极线 是会咬上的 因为他之前的冲上度 也挺大 横行不是一件事 最怕是跌 为什么这么说 根据架架行为法则 横行 只不过走完 再走回旧的方向 即将会继续升 所以不算太大问题 如果出现大幅回调 这个就要小心 我相信 未来他仍然是横行 不过 他仍然在终极线流上 不太差 不要乱走 很高风险 S&P500 S&P500 刚刚又来到 重要位置 4100.51 站在上面 向好的 但讯号不够强 再看是横行 还是突破上去 最重要是千万不要跌穿上升通道 不过 上升通道 有点而距离 偏外一点 希望 未来那几天 仍然是横行 或者再突破 不过那天 不要亂猜 不过 S&P500 跟牛红分界线 有一点 衝突 如果看回道指 就是 中极线已经上去 牛红分界线流上 但S&P500 还没 还差一点 看看这个星期 足不足 力突破 还是像前面 来到门口 就回头 不过 相当这个机会不大 除非 未来这几天 做回这三支櫃 就不大 即是 一级低 那一级 那可能 咬个腰 就回来 不过 只要不跌 它绝对有机会 突破上去 不过这些都是横行的 突然之间 咬腰下来 所以 未来几天 很重要的 看看它想怎么走 纳指 纳指又来到 13065.44 重要支持位 阻力线 看看未来 未来再升上 不过纳指 不是太差 首先两件事 终极线就升穿了 一条牛红分界线 再者 终极线 已经站在 牛红分界线 和终极线 留上一段时间了 现在的问题是 究竟 未来这星期 会是横行 还是下跌呢 我觉得下跌的 机会未必不大 有机会横行 再上跌 因为根据 介绍行为法则 第一个方向 如果出现横行 横行之后 应该是再上跌 不过 这种情况 就不会成功 最多是三次 做了一次 这次第二次 究竟第二次 能否定得住 不知 等一等 再看 所以未来的星期 都重要的 美股 弱 弱 也不太弱 所以不要留意 估计 有没有卫星 不是没有的 不过问题是 上星期的成交 真的不足够 要看这个星期的成交 会不会更好 会不会更好 如果更好 小心一点 成交大 要慢慢慢慢增加 不要变成 增加 其实是有能力 支持 事件继续再上 不过 这么说 小心的11万年船 因为美国始终 还有很多隐忧 未解决 例如上个月的银行危机 中小企银行危机 是未解决的 只不过 是大家不记得了 火是好像熄了 但是未熄 仍然有 这些东西没有这么快 一个星期就 搞定了 不会的 所以大家仍然要小心 这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 记得 CLS 留言 Like and Share 有任何问题 在这个留言 下星期再和大家 每周美股大使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